黑森林里春天悄然而至 绵绵春雨滋润着树木花草 幽深的山谷里鸟儿在窃窃思雨 寂静的山崖上黑罐悉心呵护小鸟 肥沃的草丛中小狐狸追逐打闹 夏季到来冷山枝头开花结果 蛇蜊在树丛中伺机捕猎 眉山却在悬崖上养育后代 小狐狸翘首等待妈妈捕猎归来 走进德国的密林深处 领略生命的传奇 德国的森林里充满着神话与传说 这片茂密的森林是珍稀动物的庇护所 这些动物互相争夺配偶和领地 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珍稀的动物在这里演绎着生命的传奇 德国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所覆盖 在欧洲联盟中 它是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著名的黑森林迎来了春天 山毛举的枝头冒出了新芽 这是德国面积最大的森林 一种非常稀有的动物 在几年前又回到了这里 这就是欧林猫 欧林猫已经从黑森林里消失了九十年 如今在森林北部 它们重新开始繁育后代 人们很难区分年幼的欧林猫与家猫 欧林猫长大后 它们的尾巴上会长出浓密的 带黑色条纹的猫 欧林猫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 长着弯曲的爪子向上攀爬动作敏捷 不过从高处往下走可就难多了 这些小家伙还要在母亲的照看下度过几个星期 不久后 他们就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 在萨克森瑞士风景区的沙岩地带 树木在悬崖和石缝中扎根 这片山崖地处偏远 人际寒致 成为黑罐最理想的猪朝地 几年前这对黑罐就回到了这里 并开始繁殖和捕育后代 现在他们的潮就像堡垒一般坚固 黑罐悉心照料新生的雏鸟 在小鸟出生后的一个多月里 他们在潮中轮流守护 寸步不离 与近亲白罐不同 黑罐不会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这时突然下起了鱼 雨水会对小黑罐造成威胁 因为它们还没有长出防水的羽毛 容易着凉 老练的黑罐父母充当了幼鸟的保护伞 雨水给鸟儿带来威胁 却对植物的生长十分有利 在这样的天气里 雌性狐狐狸会和幼崽们一起待在洞穴里 这些小狐狸只有三周大 还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 狐狐狐狸妈妈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一切 这些小家伙还站不稳 喂奶的时候 狐狸妈妈要时常站起来 以便让每只幼崽都能吃到奶 家中有嗷嗷待哺的幼崽 狐狸妈妈要经常外出打猎 才能为幼崽提供充足的乳汁 黑森林里地势较高的地方已经迎来了春天 在地势较低的地方 樱桃树上已经开满了鲜花 树林里危机四伏 这只雌性狐狸悄悄地靠近一只狸群的幼袍 幼袍的妈妈警觉起来 狐狸决定离开此地 这是幼袍出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危险 生活在德国的袍大约有两百万只 每年有一半会遇到猎杀 值得庆幸的是 袍的繁殖速度很快 捕猎对它们的数量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狐狸妈妈外出捕猎时 幼崽们有很多时间玩耍 它们每天都有些新的发现 无意中发现了一只老鼠 便激起了它们捕猎的天性 小狐狸追逐老鼠的行为被松鼠看在眼里 只要小狐独嫌不下来 松鼠就可以安心觅食 松鼠该离开了 这群小狐狸可不好惹 妈妈回来后 小狐狸们又变得规矩起来 幼崽们已经饿了 可是妈妈没有带来食物 她只能靠自己的乳汁来喂饱它们 狐狸妈妈每个乳头产出的乳汁量并不相同 互相争抢 可以让幼崽们学会适应未来艰辛的生活 小狐狸的生长离不开狐狸妈妈 雄性狐狸通常不会帮助此性浮育后代 德国的森林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 在哈尔茨国家公园 大片森林受到保护 尽管森林周边人口稠密 一种稀有的大型猫科动物 重新在此安家 这就是蛇蜊 蛇蜊能听见一公里之外的黑啄木鸟发出的叫声 这使得蛇蜊能够避免与人类接触 灵敏的听觉对蛇蜊觅食极为有利 这只求偶的蛇蜊在不停地鸣叫 蛇蜊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 只顾一个劲地呼唤蛇蜊 这对鹌蜊正在专心致志地进行他们的繁殖游戏 这样的游戏每天会进行十几次 这对蛇蜊来说是个好机会 不过这次蛇蜊不太走运 只好去寻找其他猎物 这里有茂密的真叶林和绚丽的园野 哈尔茨山谷中鸟语画香充满着神秘的气息 这里树木繁多 成为黑啄木鸟最理想的鱼儿所 这些幼鸟已经渐渐长大 眼下它们仍然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 不久后它们将离开巢穴独自去觅食 马鹿是德国森林中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 比它们更大的棕熊和驼鹿 偶尔也会光顾这里 成年雄性马鹿的体重可达250公斤 森林中奔跑似乎容易被传染 如果一只动物开始奔跑 其他动物也会跟着跑 无论领头的是一头马鹿还是一头野猪 棺木丛中可能潜伏着天敌 过了一会儿 野猪平静下来 母猪和自己的幼崽一起生活 公猪容许尚未成熟的小猪待在族群之中 在炎热的夏天 泥雨可以让它们摆脱寄生虫的骚扰 洗完泥雨之后 野猪身上的泥巴会变干脱落 带走它们身上的满虫和狮子 才能防止蚊虫的叮咬 为了去除贴在身上的害虫 野猪还会在树干上使劲刮蹭自己的身体 目前有上百万头野猪生长在德国境内 在德国和捷克的边境 幽深的峡谷森林密布 沙岩上覆盖着黄色的底 梅山雀正在悬崖上捕鱼后代 这只梅山雀想要给孩子喂养一些毛毛虫 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干扰它 它还没给嗷嗷代捕的雏鸟喂食 就迫不及待地飞走了 原来附近有一只花头羞柳 如果它的巢穴入口再大一点 梅山雀很可能成为它的盘中餐 花头羞柳也是在白天觅食 所以梅山雀会想方设法躲开它 萨克森瑞士风景区的群山已进入夏季 峡谷和高原的温差已经达到了十摄氏度 高原上温度很高 而峡谷深处却十分凉爽 一对黑罐选择在松树下筑巢 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这两只雏鸟已经两个月大 它们准备离开鸟巢独自飞翔 在未来四周之内 它们要做好准备 跟随父母一起向南方迁徙 在那之前 它们必须长到三公斤中 因为长途旅行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 这些黑罐已经吃得很饱 现在又到了梳理羽毛的时候了 这些鸟儿都特别爱干净 注重自己的形象 互相疏离羽毛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鸟类只允许好友或配偶为自己疏离羽毛 这不仅有利于清洁 这不仅有利于清洁身体 也有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这与猿猴之间互相梳理毛发的习性是一样的 黑罐的羽毛很不容易梳理 但出自本能 他们仍然在不停地疏离 这个过程需要耗费一些时间 十九世纪初期 十九世纪初期 一些浪漫派作家常常用德国森林一词 来描绘某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他们对玛丽树特别感兴趣 这种树又叫做德国橡树 在英国也被称为英国橡树 这些伸长大约九厘米的敲甲 与这种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它们从树皮下吸取枝叶 获取丰富的营养 敲甲头上的脚形状像鹿脚 其实是它的上颚 树皮下有渗出的枝叶 雄性敲甲发现了一只雌性 与漂亮的雄虫相比 雌虫显然其貌不扬 这时又出现了另一只雄虫 看来一场争斗不可避免 争斗终于结束了 胜利者在享受战利品 普法尔茨森林位于德国与法国的边界地带 在上一个冰河期过后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 动员变成了典型的欧洲森林 狐狸是普法尔茨森林土生土长的动物 狐狸妈妈捉到了几只老鼠 小狐狐狸们兴奋地等着它 狐狸妈妈把猎物带给了小狐狸 其实分享食物并不是狐狸的作风 它们与狼不同 喜欢独自进食 而且会争抢食物 狐狐狸不是群居动物 更喜欢独来独往 不是每只小狐狸都能分得一杯羹 对妈妈抱怨也无济于事 所有食物都被分完了 小狐狸们和树枝玩耍 大发时间 等待下一次进食 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森林里 银冷山已开花 这种树要长五十年才会开始开花 之后每隔三至五年开一次花 同一棵银冷山会开出雄花和雌花 风可以为它们传授花粉 最后雌花会变成果实 夏天地面上开始活跃起来 红林蚁纷纷来到树木周围 收集芽虫分泌的蜜鹿 红林蚁利用触角刺激芽虫分泌出蜜鹿 然后瞬息这些粘稠的蜜鹿 并带回以学 同时它们还要提防啄木鸟 抢走它们的劳动成果 在一棵枯死的山毛举树干上 啄木鸟的雏鸟正在等待食物 它们好像总也吃不饱 鱼以学离得近是件好事 只要在阴凉处 蚂蚁就会变得迟钝 啄木鸟很容易捉到 乌冬也能在这里找到充足的食物 不过啄木鸟并不喜欢竞争 温暖的阳光唤醒了蚂蚁 它们开始抵抗天敌 想入侵着喷射灼热的乙酸 啄木鸟不能忍受乙酸 但松鸭却乐此不疲 当蚂蚁活跃起来之后 松鸭才会出现 松鸭会利用乙酸去除羽毛上的害虫和寄生虫 过了一会儿 松鸭也受不了蚂蚁的攻击 匆匆离开 松鸭文溃 松鸭